太市料理 连锁店 太平天国传出了倒闭的消息 而且没家分店的电话拨打之后 通通都是空号 太平天国是成立于1997年 当时是六位建中第五十届 三年一般的校友和开的 走的是中高价位 但是消费者的评价相当的两极化 有人认为服务和餐饮的品质相当的不稳定 其实早在前年就传出了餐厅的员工投诉 公司迟发了两个月的薪水 也有厂商表示一直遭到拖延 没有拿到这个款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来 因为现在传出是不是已经倒背了呢 而且所有的分店通通电话都打不同